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家的宅基地占了一大半 我去坪里他置之不理 张各大说 让我去镇国土所对照图纸 难不成他把我家的地标注成了他家的了 并且国土所还绘成了图 我找到了国土所的所长 所长把图纸给我看 我不看不打紧 一看气得要吐血 我家的宅基地不知何时成了张各大家的了 我套要说法 所长不耐烦地说 这个我也不清楚 有争议的土地就得依据图纸 这张图纸已经具有法律效力 任何人也动不了了 所长的言下质疑 是让我不要无理取闹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的 有什么好疑问的 图纸不是会得一目了然吗 我家的宅基地与张各大的紧挨着 儿子在省外工作 我暂时不打算建房 也就懒得去打理 前几天呢 听说儿子与儿媳妇要回来 我想用宅基地来种点蔬菜 玉米 高粱之类的作物 却发现宅基地却变小了 谁不知道 张各大的儿子在镇政府是二把手 就连镇委书记都让着他儿子几分 这样一来 张各大便更加目中无人了 我没有背景 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用半生经历培养儿子读书 儿子也没有辜负我的期望 先是上了大学 上完大学又读研究生 并取得了博士学位 而媳妇是外省的 儿子也去了外省工作 我多次要求儿子到本省工作 儿子一脸难色 我知道调动工作不是说调动就能调动的 要通过组织的同意 就算有点关系 脚板也得磨出血泡 何况我们家呢 是一点路子都没有 我去找镇委书记向前进 向书记让我去找党政办公室主任李和平 接连几天 我连李和平的影子都找不到 我知道 张疙瘩的儿子是镇长 而李和平只是办公室主任 管大一级压死人 遇到这种事 李和平不想昧着良心办事 但又不想得罪张疙瘩 要不然呢 吃不了就得兜着走了 所以他只有躲着我 村委唐书记找到了我 我猜测是李和平的主意 唐书记让我放弃宅基地的纷争 好话丑话说了几箩筐 他分析给我听 第一 人家儿子是镇长 你的胳膊凝不过人家的大腿 你这样去争吵 就如鸡蛋与石头拼 第二呢 土地已经标记了 并且成了土 有了法律效力 打官司打不过人家 第三呢 你没有证据 我才不相信这些 俗话说 人争一口气 佛争一炉香 我不能这样被人家 骑在脖子上撒尿 我婆娘劝我 说算了 你就听唐书记的劝吧 有那块地也发不了财 没那块地也不会饿死 婆娘想稀释您人 谁叫人家的儿子是镇长呢 我不服 我宁为玉碎也不畏瓦全 如果张疙瘩不让出那块地 我要与他斗到底 哪怕是粉身碎骨也不怕 我这个人有一个狠劲 就是说到做到 婆娘怕我出事 打电话让儿子回来 儿子什么也没说 只说要他妈看住我 不要做傻事 说他来摆平这件事 我自然不相信 儿子有这么大的能耐 他加入这件事里 也不过是自取其辱 张疙瘩的儿子 不是什么好惹的 两个月后 镇委相书记找到了我 十分客气 一见面就嘘寒问暖 主动问起了宅基地的事 他说上次是我的疏忽 把事情交给李主任 李主任也是的 连这件事也办不了 真是没用 我不知道相书记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相书记接着说 这件事呀 包在我身上吧 无论如何 要让张疙瘩把占你家的地还给你 他说得很诚恳 走后还与我握了手 不久呢 李主任与张镇长 找到我家来了 镇国图所的所长 跟在后面 他手里还有一个档案袋 李主任一路小跑走过来说 说 上次那事我给你办妥了 张镇长也很重视这件事 让他父亲把占你的地还给你 现在已经把标记移走了 张镇长说 是一场误会 是会图员闹的乌龙 说 不好意思 我替我爸给你赔不是了 真是见鬼了 张镇长 竟然放下身份向我道歉 弄得我不知所措 镇领导一天来两起 又是道歉 又是安慰 难道是有人在帮我 他们怕了 可是谁又愿意帮我这个糟老头子呢 还是他们怕我以命抵命呢 我想应该是后者吧 俗话说 愣得怕横的 横的怕不要命的 不久呢 村委唐书记也来了 他也是极力讨好我 并陪我去了宅基地 张葛的果然把标记移了 我这才相信 我怕儿子担心我 我拨通了儿子的电话说 儿子 咱家的宅基地收回来了 不曾想 儿子在电话里说 爸 我早就知道会还给你 并且那一帮人 还会登门道歉的 奇怪了 你又不是算命先生 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爸 你想多了 我哪会算命呢 那是你花钱买回来的 不是 因为组织已经同意我 调回咱们县委工作了 并且将主持全县的工作 我这才恍然大悟 难怪是这小子 当上了县委书记 不然 那帮孙子 哪会来讨好我呢 儿子是我的继子 战友临死前 托付给我的 接下来 请大家欣赏 作者 汝丰君的一篇文章 你是什么身材 就是什么命 哲学家罗素说过 形象是内在价值的延伸 藏着你对生活的理解 更藏着你正在追求的人生 三十岁之前 身材是父母给的 三十岁之后 身材是自己修的 体型的差距 其实是人生的差距 一个人究竟过得好不好 看看身材就知道了 第一 身材好的人显年轻 常听人说 你的身材就是你的年龄 气质在尖 年轻在倍 活力在富 好身材跟时间一样 是最顶级的奢侈品 身材好的人 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与同龄人相比 也会显得更加年轻 赵雅之 这位如诗如画的女子 仿佛被时光遗忘了 成为了众人心目中公认的 动龄女神 她的年轻 不仅体现在健康的身材 更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 前不久 赵雅之在社交账号上 晒出了自己和工作人员一起晨跑的视频 画面中 七十岁的她 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大界范十足 边跑边喊着口号 坚持锻炼 受诚闪电 为队伍末尾的年轻人加油鼓劲 日常锻炼中 赵雅之也会打篮球 参与滑板 赛车等运动 坚持锻炼 合理饮食 不仅让她的身体始终保持良好的状态 也让我们看到 只要管理好身材 无论岁月如何流转 都能散发出迷人的光彩 第二 身材好的人 更自律 如若你想征服全世界 你就得征服自己 贾琳二十四岁的时候 到处演出挣钱 却因为身材不好 在片场遭到了导演的羞辱 别说话了 看你胖得跟猪似的 二十七岁那年 贾琳凭借自己的努力 和天赋 登上了春晚的舞台 但是又遭到亲姐姐的吐槽 你都胖成这样了 还能红吗 忍受着家人和外人的嘲弄 贾琳决心改变现状 2024年春节党 电影《热辣滚烫》上映 与此同时 贾琳减重一百斤的话题 也迅速冲上了热搜 为了完成这部作品 贾琳付出了整整一年的努力 她推掉所有的活动 不参与综艺节目 贾琳的健身教练称 唯有亲身经历者 才清楚 这一年 她究竟有多不容易 杀青那晚 贾琳独自坐在床边 月光洒在她的背上 她光着膀子 吃了五包巧克力威化 一共三十块 贾琳却笑着说 如今回想起来 感觉自己特别酷 犹如一位疲惫的勇士 紧握着自己的战利品 唯有突破自己的舒适圈 去尝试去改变 经得住美食的诱惑 克服掉懒惰的习气 借出那些 曾经让你发胖的坏习惯 当你通过严格的自律 换回一个好身材 你将赢得别人的尊重 也会迎来 焕然一新的人生 第三 身材好的人 人缘好 心理学创始人 普林提斯说 良好的形象 是一封无声的推荐信 良好的身材 往往能给人留下 积极的第一印象 没有人有义务 透过你臃肿的身材 看清你美好的内在 十五岁的郭其林 总是以黑胖的形象示人 别人对他的认知 也仅仅停留在 郭德纲家的大胖小子 十八岁的时候 他的体重达至了巅峰 一度达到了一百九十六斤 郭其林深知 作为一名相声演员 尤其身处当下这个时代 观众对演员的形象 要求逐渐提高 肥胖不仅有损健康 也会影响演艺生涯 于是在十八岁的时候 他下定决心 要把减肥当成自己的成人仪式 经历过严格的锻炼 到二十岁的时候 郭其林已与从前判若两人 他晒出自己 二零一一年出道 说相声以来的照片 并写道 五年 蜕变 面对媒体采访 郭其林说 他曾言变瘦这件事 是演员义德的体现 减肥成功后 郭其林的形象大幅提升 他成功跨界至影视 综艺等领域 在《庆余年》等作品中 皆有出色的表现 良好的形象 也助其赢得更多观众的喜爱 对自己身材满意的人 在社交场合中 会更加自信地展现自己 敢于主动与人交流 表达观点 从而更容易 与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把身材管理好 人缘就跟着李顺了 接下来请大家欣赏 林清玄的经典散文 花的生命 在一次演讲之后 一个听众问我 林先生在演讲里 一直叫我们爱护生命 可是演讲台上摆满了鲜花 难道花不是生命吗 为什么我们爱护动物的生命 不能爱一朵花的生命呢 确实 花也是一种生命 以佛教的观点看来 生命可以分成两种形态 一种是有情的生命 一种是无情的生命 凡是有生死的 都是生命 即使是一朵花 一只草 一粒石头 也都是生命 但是 有情的生命 除了生死之外 有三种特质 一是有情感 有情爱的感受 例如会因情感的遭遇 欢喜或悲伤 快乐或痛苦 二是有情欲 有情爱的欲望 为了满足这种欲望 企图 追求和奔波 三是有情识 有情爱的见解 思想和意识 希望自己的情爱圆满 达到理想的境地 我们如果伤害 有情感 有情欲 有情蚀的众生 它立刻就会受到 巨大的痛苦 例如 我们如果 把一只猫的头 砍断了 摆在讲台上 那只猫 立刻失去了魂魄 看到的人 也会感觉到 非常恐怖 但是 花是没有情感 情欲 情蚀的生命 它被捡来 插在花瓶 并不会立即 有巨大的痛苦 它依然会美丽地开放 一直到凋谢的时候 理论上 真正爱惜生命的人 要珍惜一朵花 一只草 一粒石头的生命 但是 更急迫的是 去爱那些 有情感 有情欲 有情食的众生 以这种感同身受的爱 来开展我们 内在爱的品质 慈悲的品质 柔软的品质 如果我们不能爱护 有情的生命 又如何能疼惜那些 无情的生命呢 花 以生命作为奉献 使我们感受到 生活的美丽 让我们也愿自己的心 如花一样美丽 来慈爱一切生命 这样 一朵花的生命 也就有了 无比的价值 感谢